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一定认出来就是我们PPTV特邀的足球解说员唐辉 但是今天这个造型出来的真的很像赛 真的很像鸟叔 今天很有荣幸 我觉得很有压力 来到PPTV作为韩国的代表鸟叔来解说今天这样的比赛 很多群民说我长得像唐辉 但是我是鸟叔 所以等一下你还要再跑到虹口去做中场的表演 对的 由于我还要跳这个舞 以前我就是体育解说员 为什么会跳这个舞 因为你看我下盘其实在抖 所以说上盘是保持不动的 就会跳那个舞了 所以我们等一会儿赶紧帮你叫叉头 一会儿把你赶紧送到那个鸿沟地育场去 谢谢 开个玩笑 我们今天在这里给大家带来一张比赛 是亚洲梦想碑的比赛 对这段双方很有意思 是我们上海的老科乐明星足球队 谁来组成这个老科乐明星足球队呢 就是我们早期的这个生花的一些 曾经代表生花踢球获得过这个95年辉煌的一些球员 包括说大家非常熟悉的像这个朱棋啊 范之易啊 谢辉啊 包括曲盛青 今天还有很多这个大腕都来到我们说这个老科乐明星队里面 像这个李明啊 郝海东啊 彭伟国都是说客串到了 我们转会到了上海老科乐明星队啊 很有意思 而他们对阵的对手呢 更加大牌了 这个今天虹口应该来说是爆满了 这个看生花比赛没有那么多人 今天真的是爆满了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老科乐明星队啊 对阵的是朴志欣朋友队 朴志欣朋友队 大家都知道朴志欣朋友队肯定有朴志欣嘛 然后这个球队里面我们看到最大牌的无疑是 我现在身上穿着这件队服的队长啊 这个埃夫拉 埃夫拉也是因为朴志欣在麦联队效力时期 跟这帮球员都建立了很好的关系 本来是说这个范尼和鲁尼都是会来 包括李奥都会来 但是由于一些形成的问题呢 最后是以埃夫拉队长为代表啊 来到了上海来参加这个比赛 为什么我今天穿着这件球衣呢 因为这件球衣的时期的麦联队 正好是获得欧冠的那支麦联队 对 所以说朴志欣虽然最后在决赛里面是没有上场 但是应该来说 能够拿到欧冠的冠军是朴志欣职业生涯的一个巅峰 所以说我今天也是特意挑选了这件麦联时期的球衣来 当然我们前面也看到这件复刻版的老生花队的队服啊 今天呢 这个老科乐队就会在场上身穿这件队服来跟这个 这个朴志欣朋友队来进行比赛 但是今天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为什么来了那么多人看比赛呢 是因为有很多韩国的演艺明星加入到了球队里面 大家像这个很多 有很多歌迷的这个 这个 XO XO M 这个在中国非常非常有人气 而且还有像是这个 最近在中国很火爆的一个 韩国的综艺节目的组合 叫做Running Man Running Man我最近也是 昨天晚上恶补了一下他们之前的综艺节目 的确是有点意思啊 嗯 其实这些都是这个90后喜欢的这个对象了 那不一定 我身边有很多这个70后80后都在看这个球 啊 鸟叔表示要支持鸟叔啊 鸟叔 所以说鸟叔今天还会被虚吗 因为在意大利你刚刚被虚过嘛 嗯 应该不会了我想这个今天朴智欣也是我的朋友 其实我对曼联队不太熟 但是我和朴智欣是朋友嘛 嗯 我知道他他在曼联踢过球 呃我很喜欢朴智欣 我觉得我更喜欢 我更喜欢朴智欣的女朋友 哎 哎 我们看到这个就是 你看你看全场虚身 嗯 你我能不能采访你一下 当时在意大利杯决赛的时候 你被全场虚的时候是什么感受 啊 没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很好啊 我我当他们是在欢呼嘛 反正意大利语你也听不懂 啊 我觉得这个欢呼我觉得很好听 希望大家比赛中边看边跳舞 谢谢 所以这个舞伴都是自己带的吗 还是意大利当地挑选的 啊 那肯定是自己带的 这必须是自己带的 我的舞伴都是精心挑选的 不是一般的美金 感谢大家 那在这里还是要跟大家来讲一下 大家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 这个PTV第一体育的微博 在微博上面是可以看到这个抽奖互动 我们在今天中场休息的时候呢 会抽取一件 这个酒版生花的复刻的冠军球衣 这件衣服真的非常珍贵啊 市价也是卖的很贵 有这个是 有钱都不一定能够买到了 这件球衣 然后呢 同时也会抽取一瓶 哎 我们这个看到了 这个五公斤的酒 这个我们导播一直说要喝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东西喝下去了 是一边看球会很嗨呀 先为大家注意要甚喝这瓶酒啊 这个是有五斤重 对 不要喝完想鸟书 也怎么胖啊 来自于中场府 为我们提供了这个奖品 在中场休息的时候 我们也是会抽取 那么 今天这个比赛应该来说 意义会比较重大一些 对 就不会说是像这个 平时的这个足球比赛来的 对于胜负的要求 那么的 这么的看重啊 大家还是觉得这个娱乐为主嘛 我听说这个上海老克勒队里面 有很多球员都是以前的国角 中国的国角 对不起 这个中国国角是对他们一种辱骂 是中国的球员 对不起 这个中国球员 可能以前都有一种孔寒症 他们在退役的时候 反倒是希望能够克服孔寒症 能够战胜韩国队 但是现在这个中国队是赢过韩国队了 但是中国队赢过韩国队之后 反而表现得更加臭了一点了 所以说我还是对这个 目前的这支 这个我们韩国的对手 上海老克勒队还是比较有兴趣的 我觉得他们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好 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是关于老克勒队 神川生花队战袍来征战的 由朴志欣基金会举办的 亚洲梦想杯慈善足球赛 将于本周日下午 在上海虹口足球场上演 韩国著名球星朴志欣 江协曼联球星埃弗拉 韩国谢玉国角聚资者等球员 与范志欣领衔的 上海老克勒明星足球队 进行一场热身赛 作为一场旨在推动 青少年足球发展的慈善议赛 这场比赛的意义将远超输赢 因为中国的比赛是比较有盈利的比赛 而并不是刚才比赛的输赢的问题 只是一场有意义的比赛 因为这个是第三届的 我原来都参加过前两届的和 和彪志欣一起 那么我觉得他在足球水牙 接近尾声的时候 当然他现在还在效力了 他还没有退役 那么在慢慢走那个下坡的时候 他能做出一项举动 我觉得我们应该去配合他 那么其实这本身也是我们这个球队的初衷 也想在慈善方面 对青少年的平衡上面 都能尽些力 距离比赛仅剩两天 老克勒队也在积极竞胜着最后的备战 昨天下午 老克勒在八万人外场 与谢辉带领的上海U17队 进行了一场热身赛 昨日的训练中 前国角彭伟国 已正式加入到老克勒的队伍中 另外高峰和李明 也将以外人身份 代表老克勒队参加此次赛事 除了出场的球星阵容强大之外 前来助阵的韩国演艺明星 也是一大看点 人气明星鸟叔 和韩国人气组合XOM 已确定将携手助阵线上表演 对于我们那个老克勒来说 我已经说了 在上海 原来都是职业改革的这些受益者 那么也想为社会公益事业 做些事情 同时也是我们这次球局的初衷 所以说礼拜天这个比赛 你说娱乐吧 我不敢说 只是因为它是这样一个模式 中间 我们是看到比赛怎么要开始了 双方已经是首发球员 是进入了比赛场地里面 这老克勒队的球员 今天会有很多亮妹子 出现在我们的镜头里面 今天导播应该在球场上面 抓这个漂亮姑娘的几率会比较大一些 希望多给鸟叔一些镜头 谢谢 鸟叔要藏着了 来担任到两边队长的分别是上海老克勒队的队长 范之仪以及这个朴志欣朋友队的队长 朴志欣 嗯 没事吧 艾弗拉今天不当队长 没有办法 今天不是艾弗拉的朋友队 来说实话 这个老克勒队其实都不用太介绍 老一批的球迷应该都认识这些人 太熟了 对 Running Man的金中国 我这个 Running Man的节目的朋友应该都认识 刚刚在赛前呢 他也是和朴志欣两个人在场边接 所以看出啊 这个朴志欣朋友队今天上来 应该是派出了一个职业球员跟明星混搭的这样一支先发阵容 啊因为这个朴志欣朋友队现在职业球员虽然说名其他但是这个人数不够 嗯 所以说要和娱乐明星凑一凑 但是这个老克勒队呢目前这个首发基本上都是当年的这个职业球员 而且呃基本上都是那个时代的队员 呃可能稍微有一些可能这个呃年代的先后 就是由范志欣啊 就取了一张这个支票是捐给这个青少年足球俱乐部的 同时呢这个活动也是很有意义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这个活动啊 呃就是为了 这个给遭受地震 四川雅安地区的市民啊 和孩子们来带去一些梦想和希望 以这个初衷来举办的这个比赛 哎呦这个现场的声浪 有转身挖比赛 嗯 从来没碰到 嗯 呃我们发现范志懿比朴志欣和艾弗拉都要大害很多啊 哈哈 两位小东小兄弟你们过来跟我一起照个照片 嗯 没办法啊 这个哈哈 这个东道主啊 嗯 是是 艾弗拉前面这个意思说这个人是谁 不太认识他们 因为主裁判呢是陶然成 当然今天这个比赛说实话 吹罚的尺度应该来说会比较宽中啊 哈哈哈哈 哎呦这个声浪了干什么 嗯 嗯 那老科特主要练是林志华 嗯 林志华 上海的老郭角 嗯 以前也带过上海 也带过上海女竹 非常大 那他这个 这个就是 你看做重动作一般都是舆论明星了 嗯 哈哈 球员技巧前面不太做这个动作 人人人踢球就是踢完比赛在卸场 啊 娱乐明星上来先卸场啊 嗯 啊 山上的朋友你们好吗 啊 这个身上更靠后的朋友你们好吗 啊 体育场外面的朋友你们好吗 嗯 我们先来看一下双方的一个首发阵 嗯 嗯 前面我们看到 这个 娱乐明星背后 站的就是目前 韩国最重要的中场啊 李青龙 嗯 嗯 嗯 但是在朴智欣朋友这边像艾夫拉啊朴智欣啊李青龙啊这都是 这还在踢了现役的各个国家的队长啊 刚才说这个台季欣已经退出了国家队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一个首发阵人在这个 老科乐明星队这边我们看到今天哎呦 现在上来先看一下这边竞争 对啊 对啊 中国队 哎呦对不起啊 是上海老科乐队 依然是这个 还是能够边路 起球 两路包抄 中间接应 这个时候没有能够顶到 嗯 今天刚刚传终的是12号罗孝 罗孝可能今天打到是左前位的位置上 嗯 那么今天在什么员的位置上呢 还是上海生花的老门将啊 余伟亮 今天在后防线上面应该是有这个 范志逸啊 还有像这个 然后上场呢 还有18号的朱祁 20号谢霍 16号的姚俊 4号的黄振华 19号的曲盛青 17号的刘洪涛 25号的郑柯 以及8号的肖战波 这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嗯 基本上这个 要么就是在上海生花队 在这 来 有机会 要么就是这个 在这个上海特球自己批养女人才 来 这个 徐东元 徐东元 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 朴智欣朋友队的名单啊 朴智欣朋友队这边上场呢 有7号的朴智欣 10号的徐东元 23号的齐晨雍 17号的李青龙 还有14号的李振秀 45号的沪田和姓 沪田和姓 这也是老牌的日本的国角 3号的埃夫拉 38号的新中国 这是一个娱乐明星参加的这个 现役球员的一个证人 嗯 另外还有5号郭太会 14号李振秀 33号朴柱号 嗯 嗯 同时还有这个1号的这个 尹胜葵 尹胜葵 对 这些队员呢